而上个周末 鼻头角所发生的风狗浪 造成八死八伤的意外 交通部长叶匡时 今天首度的出面道歉 同时也承诺 两个礼拜之内呢 会提出检讨报告 但是风狗浪跟地震一样 很难预测的 目前只能靠气象局 靠海上的资料浮标 监测数据来做分析 发布警报 因此专家学者建议 建立这个预警系统 免得意外再发生酿成悲剧 原本各个风景区 如果风速太大 浪太高 高过了标准就会封闭 以后也会严格执行 东北角浪涛汹涌 上周龙洞风狗浪袭击 夺走八条人命 交通部长叶匡时 出面道歉 我觉得在督导 我们的局观光局 还有这个处长的 督导干部有所不走 所以我愿意向 这个王者的家属 和社会大众道歉 坦称监督不周 并承诺在两周内 提出检讨报告 只是风狗浪和地震一样 无法预测 气象局只能靠数据分析 监控海象 监控海象就靠资料浮标 全台共有16座 造价400万到600万 资料浮标可以测得波浪 海流气压及海温 再把数据传回气象局 由专业人员分析 发布警报 是最近这个五个小时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浪高的蓝色 这个慢慢慢慢的上升 这个区度大概50公分 而且的话呢 都已经上升到两公尺 24小时监控海象 各个风景区也会参考 气象局测得的风速浪高 评估是否封闭园区 东北角风景区八级风浪高 六公尺以上 东海岸超过七级风 六公尺浪就要封闭 东北季风 或是在这个台风的季节 或是在有强烈封面 如果像梅雨这个季节 这些来讲的话呢 都会造成比较这个海象来讲 会瞬息万变 有专家学者认为 浪高1.5公尺到2公尺 就算危险 提醒民众到海边玩 特别留意海浪的变化 记者张凯亮 少女民台北采访报道